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70年4月21日中午 北京一个机场的跑道尽头 停着一架刚刚熄火的大型军用运输机 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机组人员对赶到现场的人说 他们11点50分接到了紧急命令 飞到这里转运一个特殊产品到西北地区去 晚上21点10分 飞机完成了装运开始滑跑起飞 很快就上升到7000多米的高空 然而这一路并不顺利 当时和特殊产品同时被接走的还有一位专家 这位专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是这样说的 一道闪光把我从困顿中惊醒 飞机正在穿过云雨区 闲窗外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我还是不停地向舱外张望 当我的目光一到机翼不绝一睁 在机翼的放电刷后面 不时有一串串红色火球向后面跑去 有雷电 当时这位专家非常担心 生怕这个雷电会把飞机内的特殊产品给损坏 甚至引发爆炸 那么这个特殊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夜航 飞机终于在午夜时分抵达了九泉机场 飞机上的特殊产品 正是东方红卫星发射所使用的 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火箭 而随行的这位专家 是长征一号火箭的设计师韩后健 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九泉卫星发射基地 九泉发射基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 是中国创建最早 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 在我国修建发射场之初 苏联专家曾说 中国估计需要15年时间才能建成发射场 但是不服输的中国人 仅用了三年的时间便将它建成了 虽然已经到了四月下旬 戈壁滩上却依然寒气息人 风沙起初一片灰黑 距离现在的发射中心不远处 有一个已经废弃的发射架 这里就是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现场 1958年 十万解放军官兵走进了这片戈壁 开始建设火箭和卫星发射场地 此后中国的第一枚进程导弹 第一枚核导弹都是在这里成功发射 1970年的4月1日 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运载火箭 也运离九泉发射基地 沉寂在戈壁荒漠当中的发射基地 此时一下子变得沸腾了起来 4月15日 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 要求从这一天起到卫星上天 每天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办公室报告 并且提出了十六字指示 严肃 认真 周到 细致 稳妥 可靠 万无一失 1970年4月24日 是东方红卫星成功发射的日子 实际上4月1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卫星 火箭都已经运地发射基地 但是为什么4月21日会突然从北京 调一枚第三级火箭呢 原来在4月21日中午的检查过程当中 科研人员发现 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火箭的 固体燃烧发动机出现了异常 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卫星的发射一定会往后推迟 无奈之下人们就想到了一个预先制定好的补救方案 马上把北京地面实验站备用的第三级火箭 运到发射基地 所以4月21日中午的时候 韩后舰正准备吃饭 结果就接到了院总调度室的紧急通知 让他立刻把火箭第三级装上飞机运到基地 同时还要考虑火箭第三级里面的固体发动机 它的安全保证 与此同时相关的空军部门 也在紧急调配飞机赶到机场 就出现了节目开始的那一幕 所有这些行动的目的 就是要保障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 这项工程在当时被称为651工程 然而最初的时候 它被称作是581任务 东方红卫星的发射 如何从最初的581任务 变成了651工程 这其中经历了哪些故事呢 事情要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说起 1957年10月4日 在苏联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 一枚头顶着一个屡制圆球的火箭 徐徐升上夜空 第二天塔斯社发出电讯 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是环绕地球 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 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 天气预报 土地资源调查 导航等等各个领域 具有广泛的用途 人造卫星的出现 开辟了继陆地 海洋和天空后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四空间 从此 人类进军宇宙 角逐太空的历史 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8年1月31日 美国也成功发射 第一颗人造卫星 探险者一号 美苏相继发射卫星成功 举世震惊 也在中国科学界 引起了震动 就在这一年 也就是1958年5月17日下午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 苏联卫星上天了 那么我们也要搞 人造地球卫星 自此 中国科学院 把研制人造卫星 列为1958年的 第一项重点任务 这项绝密的任务 临时代号581 科研带头人 就是著名的科学家 钱学森 以及杰出地球物理学家 和气象学家 赵九章 1958年 钱学森 赵九章等科学家 牵头组建了581小组 专门进行 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 人造卫星 需要一坨火箭 把它发射升空 为此呢 还得要研制运载火箭 为了向1958年的 国庆县礼 中科院第一设计院 开始赶制 卫星和火箭的模型 此时 刚刚组建的第一设计院 没有自己固定的办公地点 于是 他们就租下了 北京西院旅社的一栋楼房 没有办公桌 技术人员呢 就阴漏就简地 在地上进行图纸的设计 凭借着一把老虎钱 两把错刀 几张铝皮 他们开始了 中国卫星和火箭的 模型的最初设计研制 两个多月后 也就是1958年10月 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 以及模型 终于如期展出 包括在有科学探测仪器 以及小狗的两个 探空火箭头部模型 这些模型啊 全都是由我们的科技工作者 手工制作出来的 在展会进行展览的同时 另一行人呢 却奔赴了机场 1958年的10月16日 中国科学家赵九章等 一行五人 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原来 581小组成立之后 虽然干劲冲天 在短时间内 也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 和火箭卫星的模型 但是 到底怎么造卫星 造什么样的卫星 都还是未知数 为了像已经成功 发射卫星的苏联专家们取经 中国科学院派出代表团 前往苏联考察 可是代表团在苏联 待了两个半月 却并没有参观到 卫星研制部门 以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 赵九章先生说 靠天 靠地 靠不住 发展宇航科学 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自力更生 从此成为 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 座右铭传承至今 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 这个任务落到了一群年轻人的尖头 要想把卫星送上太空 火箭就要达到 每秒钟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逃逸速度 每秒7.9公里 这只是一个纸面上的数据 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之下 我们虽然知道了这个数据 如何实现它 比如我们的这个火箭 箭体多大 我们是采用什么样的组装方式 它是几级火箭 里面的发动机 我们是用固体燃料的 还是用液体燃料的 发动机的毒性怎么解决 我们如何能够保证 它可以按照我们预定设计的路线 稳稳地把卫星送入太空当中 可以说非常难以突破 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困难重重 很难继续下去 那么根据这个现实的实际情况 发射卫星的计划只能暂停 科研力量集中到了导弹和炭空火箭 这两项技术上 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 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 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 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 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 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的 潘后任本市581卫星小组的成员 一直在从事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 卫星项目停止后 他在著名科学家前纪带领下 开始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 同时他也并没有停下自己手头 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 1965年4月22日的晚上 潘后任正在家中翻看相关的资料 如今距离1958年 已经过去了好多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人造卫星还根本没有起步 在一个多月之前 卫星研制项目有望重新启动 消息传来 潘后任感觉自己又看到了希望 但这只是从其他的渠道传来的消息 事情是否真的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呢 直到这一天的晚上 潘后任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撂下电话 他立刻骑上自行车就冲出了家门 原来 在几年间 中国的科研实力得到极大提升 1960年2月19日 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探空火箭 在上海发射成功 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 只有8公里 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 开辟了道路 1960年11月5日 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 之后 它更名为东风一号导弹 在这个基础上 科研人员很快自主研制出 运程更远 速度更高 再重更重的东风二号导弹 1964年6月29日 东风二号导弹是非获得成功 10月16日 罗布泊升起蘑菇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探空火箭 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 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奠定基础 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 发展人造卫星 终于可以再次提到一时日程上 给潘后任打电话的正是赵九章 原来在赵九章和钱学森的建议之下 停滞了七年的人造卫星项目重新启动 1965年8月 中国的人造卫星进入到了工程研制阶段 中科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卫星研究所 因此这个项目就变成了651工程 这也就是一开始给大家提到的 从581任务到651工程的一个转变过程 紧接着相关的科研人员展开了一次 长达42天的会议 为的就是讨论出 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 就在这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 从国际上传来了一则消息 让所有参会的人员都感到时间紧迫 1958年 中国决定研究自己的人造卫星 然而由于科研实力不足 这个任务暂时中断 直到1965年才重新启动 而一次为期42天的会议就此展开 为的就是商讨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 就在这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 一个消息传来 11月26日 法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 同时 日本也在研制人造卫星 这些消息 让与会的科学家们 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 商讨结束后 中央决定 1970年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鉴于当时的条件 我们对于这颗人造卫星 没有更高的要求 只有四项基本原则 短道只有十二个字 上得去 抓得住 听得着 看得见 这十二个字包含了几个概念呢 首先我们得用火箭 让这颗卫星准确地入轨 第二 我们要在地面 能够同时跟它取得相关的联系 展开一系列的动作 第三 我们之间要能够进行信息的交流 它要能够发出声音 地面上要能够接收相关的信号 第四点 看得见 那就是不仅仅是在地面上 我们使用各种观测设备 能够看到它 如果说一个普通人 在一个非常晴朗的夜空 能够观测到 用肉眼看得见 那是最好不过了 当时对于我们的研究人员而言 这里面有太多的困难问题要解决了 首先我们要得把它打上去 打上去就得达到第一宇宙速度 每秒7.9公里 依靠我们当时现有的一些导弹来看 要想实现这一步并不是很容易 但是我们的专家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们现在手头有东风4号导弹 但是导弹它本身是要把弹头战斗部给打出去的 并不是用它直冲云霄的 那么倘若我们把它的第三级 把它的弹头部分给它拿掉 换上一个固体火箭 这样的话通过一二三级火箭联合作用 不断地给卫星施加推力的话 我们是不是最终就可以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了呢 正是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设计研制出来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4月21日 当第三级火箭紧急运送到发射场之后 成功安装 人们的心才踏实下来 除了长征一号火箭历经险阻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也是充满了未知 这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在它身上凝聚了航天专家们大量的心血 当时钱学森指定37岁的孙家栋 负责总体设计 孙家栋点了18个人组成研制团队 当年他们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 卫星的外形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做成多大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 直到1969年10月 他们才完成初样研制 可等到组装卫星的时候 一个非技术问题带来的问题 却把大家难倒了 各个研制单位都要在自己研制的分析桶中 镶嵌毛主席项章 这让时任卫星总体设计师的孙家栋 苦恼不已 我们现在发射任何航天器材 都会严格地计算搭载重量的问题 因为这不仅仅缺少到成本 而且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 那么当年我们要进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 可以说吧那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但是面对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进行审慎的考虑 2010年12月17日 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了 航天赤子孙家栋一文 那么对这段历史 孙家栋先生是有着这样的技术的 当时他去人民大会堂 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工程的进展 为了是否该如实汇报向章的问题 他想了一夜 汇报的时候图纸铺在地毯上 孙家栋蹲在地上给周总理讲解 周总理听得入神也蹲下来细听 孙家栋趁机就提出了向章的事情 周总理听后同在场的人说 你们年轻人对毛主席尊重热爱是好事 但是大家看看 我们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 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挂满毛主席的象征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挂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的一番话 最终让这个难题得到了解决 1970年4月23日 发射基地的火箭和卫星通过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 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准备进入了最后一天 只待毛泽东最后批准 明日便可以升空 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 有可能变成现实 这最后一日的等待 对于钱学森来说 显得格外漫长 当年的发射基地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各种基础设施齐备 很多来自于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 我们的科学家都只能是住在火车车厢当中 既是办公场所 同时又是自己晚上睡觉的地方 钱学森前老也是如此 此时他在火车里面把对于卫星还有火箭的大小技术环节 统统又过了一遍 但是当他把视线转向窗外黑洞洞的天空的时候 又有一件事情让他多少感到有些焦虑 原来这一带的天气近几天一直很糟糕 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 咱们无论是发飞船还是发火箭卫星的时候 经常都会提到一个发射窗口 我们要等待天气情好的时候 配合上地球自转等等诸多的条件 选择一个最良好的发射时机 而这些因素当中气象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据他所掌握的信息 近日的天气预报说 24日是转折天气 这转折可就是两重意思了 一个是说 这个气象条件好到 简直就跟教科书里面记录的数据一样 随时随地 你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 而另一种情况就是向非常糟糕的方向转折了 那么到了发射日那一天 这个转折到底会向哪转呢 1970年4月24日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场区上一片紧张的景象 发射时间定为晚上21点整 加注燃料的工作即将进行 燃料的剧毒使得队员们戴上了防毒面具 就在加注手卸下最后一刻加注连接器时 突然从火箭底端喷出了一股黄烟 同时还有漏液 此时的发射场和塔架已经被毒烟笼罩 并不断向外扩散 呛人的气味扑鼻而来 情况十分危急 索性的是 现场的技术人员找到排除故障的方法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 肆虑的黄烟和漏液被彻底堵住 险情终于被排除了 然而接下来 钱雪森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20点 就在发射场总指挥将要下达发射前一小时的准备口令时 发射场上空突然乌云密布 这样的天气会直接影响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按时发射 以及发射后地面跟踪观测台站 是否能够捕获到卫星运行的轨迹 气象室的技术人员进行一次次测试后 发现乌云开始逐渐消退 可是 它们真的能在一小时后消散吗 不少人都对此表示怀疑 然而就在发射人员焦急等待乌云散去时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技术人员突然发现 卫星上的硬达机 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了反应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将会影响到对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 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卫星发射时间推迟到21点35分 技术人员静下心来 对相关设备逐一进行排查 最后发现 故障出现在地面设备的一个松动 排除了卫星本身存在故障的可能性 21点05分 准备的口令下达 此时正如气象式技术人员所预测的一样 云层果然渐渐消退 露出了闪烁的群星 发射前的一个个小插曲 让原本就很紧张的心情更加不安 就在半年之前 1969年11月16日 长征一号的两极火箭 在第一次试飞当中 由于二极火箭控制系统的 程序配电器坏了 结果导致发射出现问题 直到三个月前 1970年的1月30日 第二枚长征一号两极火箭 才重新竖在了发射架上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 这枚火箭腾空而起 烟消云散之后 两个黑点清晰可见 这证明火箭分离成功 随后在内蒙古后和浩特的 一个科研基地里 第三极固体火箭 也通过了第19次的试车 后面的六次全部成功 卫星上去的难题 这才算得以解决 而如今距离各个部分的成功 刚刚过去的三个月 组合在一起之后 效果会如何呢 大家伙说不紧张 那是不可能的 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绷着的感觉 一分钟准备 二十一点三十五分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搭载了东方红一号卫星 拖着巨大的火焰奔向太空 十八秒以后 火箭开始拐弯 朝着东南方向越飞越快 转瞬间 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了 那火箭也将航天人的心 带到了远方 然而就在欢呼声中 所有航天人的心 依然在悬着 卫星是否能够顺利入轨 中国又能否在第一时间 捕捉到信号 测控系统 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而这正是对于卫星的 第二个要求 抓得住 要想让卫星升空后 能够与地面取得联系 就要时刻掌握 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 这需要计算出卫星与地面的距离 国际上通常都是使用多普勒原理 多普勒原理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吧 两个物体有相对运动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频率的变化 如果放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见到的现象的话 那么比如说我们命令一排小号手 每人拿着一支号 当他们吹响的时候 我们开着一辆车 快速从他们的身旁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每一个人吹奏的不同的音符 最终在我们的耳朵里组合成一首完整的曲子 在运用多普勒原理的时候 就会牵扯到一个数学概念 那就是多普勒侧轨方程式 如果我们手头有这个方程式的话 地面侧轨就可以依此而进行 但是当时只有像苏联 美国这些国家 他们曾经成功发射过人造卫星 所以较为熟练地掌握这种方程式的算法 对于我们刚刚开始起步 卫星还没上天呢 所以该如何去推导这个关键的方程式 这就完全要依托于我们的年轻的工作人员了 该怎样破解这个谜题呢 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人员 转变设计思路另辟蹊径 重建卫星侧轨方程式 破解了多普勒之谜 但是这个算法 是否能够真正运用于卫星的侧轨呢 当时能够借助的运算工具 比较先进的就是半自动计算机了 同时使用的还有手摇计算机 计算室甚至算盘 如果不是半自动的就麻烦 那二你就听 六呢 就想六下 那七就想七下 那时候还靠手摇计算机呢 啊啊啊啊啊啊 你这个计算室里都一帮年轻小女孩子 几个月几个月在那 算一条轨道嘛 就是算了整整一年 三班倒 就每人算八小时 就下班 必须两个人对着算 因为很有可能算错了 你还要保证质量嘛 所以就是算一条轨道 要一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 为了防止卫星上天之后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还需要一个严密的地面监控 对卫星进行不间断的观测监控 因此 科研人员在卫南 九泉 南宁 昆明 海南 郊东 和喀什等地 相继建立起了卫星观测站 在地面 我们建起了一系列的观测站 那么这些观测站之间的信号 怎么传输 最后又怎么汇总呢 很简单嘛 电信号传输嘛 那电信号传输怎么传呢 在1970年当时的条件之下 我们干脆就竖起了 一根一根的电线杆 在上面直接拉明线 看起来呢 就好像跟民用的电线杆一样 实际上在这一条一条 看似像电线一样的线缆当中 传递的就是关键的 卫星测控信号 只要有一根电线出问题 全部通讯就会中断 那该怎么办 怎么能保证电线的安全呢 在当时 全国数十万民兵动员起来 确保每一根电线杆下 都有人站岗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数据传输 和通讯安全 就是靠这样的人海战术 来保障的 在整个卫星发射过程中 动用了中国60%的通讯系统 确保测控系统安全 15分钟后 也就是9点50分 卡什观测站 捕获卫星数据 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 有能力独立研制 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发射成功了 就轰动了 方便方法就庆祝了 那么基地司令一扑 小火了成了 我一点不是 东方约前面听见了 那赶水成吗 我们搞卫星的人 就必须卫星遇过以后 我们才能成功 所以我觉得 那个心情非常紧张 此时大家共同地期待 就是东方红的乐曲 从太空响起 现在只要说起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 我们脑中瞬间就会响起 那悠扬的东方红乐曲之声 这个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呢 就是从这个音乐盒当中发出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曲子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播放方式呢 那么当时我们对于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十二字要求当中的第三项 那就是听得着 什么是听得着呢 比如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它就用滴滴答答的摩尔斯电报信号来进行广播 意思就是 我在太空当中跟大家问好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这样的方式呢 大家伙经过商讨之后觉得呢 好是好 但是咱们老百姓听不懂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采用一个 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特有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呢 大家伙就开了个会 你一言我一语 很快就觉得 我们倒不如说 用大家伙传唱的东方红这首曲子 通俗有力 曲调高昂又兼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同时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啊 最终决定了 卫星在太空中播放的曲目就是东方红 那个时代 磁带刚刚兴起 那么用磁带录制乐曲 再到卫星上回放行不行呢 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个方案难以实现 因为磁带播放器需要不停转动 设备就需要很大很重才行 不符合上天的要求 那该怎么办 专家们最终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 用电子乐模仿东方红乐曲的前八个小节 为了突出思想主题 40秒钟内先重复播送两遍 然后间隔五秒钟再继续播送一遍 然而即使有了好的想法 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 那么当时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音乐 和瑶测系统的负责人之一呢 是刘承熙老师 当时他就满街地去寻找 适合播放这段曲调的乐器 我们到底该采用什么样的乐器 来进行演奏 才会让听到他的人都觉得乐耳动听呢 可以说那段时间 他的任务不是在厂房里转悠 而是大街小巷的 去试听各种各样的乐器 找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天呢他走到了北京火车站附近 诶 无意当中听到 北京火车站那个暴时的大钟 每到了整点之后暴时啊 都会响起一段悠扬的东方红的曲调 这一瞬间就给他带来了灵感 他决定应当把这种钟声的节奏 和驴板琴的琴声结合起来 演绎东方红乐曲 但是大家日夜担心的问题 最终还是出现了 因为制作完毕之后 一播放人们发现 东方红变调了 东方红一号卫星 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中央对于这颗卫星的要求 就是上得去 抓得住 听得着 看得见 看似简单的十二个字 做起来 却困难重重 1970年4月24日 东方红一号卫星 顺利升入太空 地面监测站 也监测到了它的踪迹 如今 大家都在期待着 东方红乐曲的声音 从太空响起 却很少有人知道 为了这个声音 科研人员 曾付出了多少努力 从乐曲呈现形式 到选择演奏乐器 科研人员为之付出了 无数个日日夜夜 可就在乐音装置 制作完毕时 人们却发现 东方红乐曲 竟然变调了 问题最终出在了哪呢 经过细致的检查之后 人们发现 当时我们为了把这个 发音装置固定下来 采用了一种材料 对它进行固锋 但是在固锋的过程当中 有一部分材料受热 渗透进了电阻当中 导致这个电阻的组织 发生变化 这样一来电流通过它的时候 因为电阻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声音自然也就改变了 那么这个问题 是怎么得到解决的呢 就是我们先用还氧树脂 对电阻进行固锋 等到还氧树脂冷却之后 电阻里面的组织 也稳定了之后 我们再给它进行调试 把它安装在电路板上 最终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 音乐不走调的目的了 就这样音乐变调的问题 总算是解决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中央对东方红一号卫星 听得见的标准 又有了进一步要求 希望卫星传出的乐曲 能够被地面上 所有型号的收音机 直接接收 这个要求 又让乐音小组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要想让家用收音机 都能够收到的话 卫星的功率一定要很大 这样卫星的重量将会超过一吨 这显然是当时的运载火箭 所无法承载的 那么 如何才能够让所有的收音机 都能接收到 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呢 只有借助接力传递的方式 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 先传送下来 通过地面接收站 解码之后 再发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然后通过电台 向全世界转播 这样 不仅国内各种型号的收音机 都能够完整接收 国外 也一样可以接收到 东方红的美妙音乐 历经一搏三折 听得见的难题 终于有了解决方案 发射升空一个半小时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收到卫星上传出的 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 当时不少参与 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的人 本人并不在基地当中 当他们得知 这一成功的消息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通过电台 广播得知的 很多人马上冲出去 欢呼 非常激动 甚至不少人还组织起来 连夜敲锣打鼓地 向大火报喜 有人就问了 大半夜的你们闹什么呢 他们的回答是 我国的人造卫星上天了 人们很不解 说天上那么多星星了 我们还造颗星星 干什么呢 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 能够解释得清楚的 所以他们一边高兴 一边敲锣打鼓地庆祝 一边又得耐着性子地 给别人解释 人造卫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晚上 天安门广场上一个人的身影啊 一直在那里徘徊 他就是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总设计的孙嘉栋先生 他等待的就是东方红一号划过北京夜空天气的瞬间 当时人民日报用整篇文章来刊登了 东方红一号卫星几点几分通过哪个城市 同时专门给大家解释 白天看不见啊 要到晚上黑天的时候 如果东方红一号能够经过你们家的这个城市的上空的话 你就可以看见了 而孙嘉栋呢 就是算好的时间来到天安门广场 等待东方红一号的到来 为了让这颗小小的卫星可以实现 看得见这三个字的目标 孙嘉栋他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那是1969年的一天 周恩来总理认真听取着钱学森和孙嘉栋的汇报与讲解 一直听到深夜 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卫星发射出去之后 究竟用什么来证明 它确实是发射上天了呢 原子弹爆炸之后 人们能够看到蘑菇云 但是宇宙空间那么大 用什么来向全世界证明 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的确是成功的上天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 正是对卫星本体的技术指标 所提出的12次要求中的看得见 东方红一号卫星虽然说重达173公斤 比前面四个国家发射的卫星 加起来都要重 但是它的直径也不过只有一米啊 要想用肉眼看见一个直径 一米的东西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呀 所以当时也找到了天文学家问 直径一米的卫星在几百公里之外 我们能不能看见呢 天文学家直接说那根本不可能嘛 那除非你给它抛光 抛得特别亮 然后也许就能够看见了 那个时代呢 咱们都是靠人工手工抛光的 一双双手啊 生生地把这个卫星表面呢 擦得比镜子还要亮 然后再请人家来看 结果天文学家说 量是够亮了 但估计还看不见 怎么办呢 天文学家给提了个建议 要不把它磨成多面体 到处反光 最后啊 咱们还真的把这卫星 给做成了72面的一个多面体 它在天空呢 是自旋稳定 它转起来之后 角度不同 反射太阳光就不一样 就会产生一闪一闪的那个效果 在地面呢 那一闪一闪的 你总好观察到吧 等把这一切都做完了 天文学家说了 确实是好很多了 不过看不看得见可真不好说 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估计想看呢 很费劲 看不见 在天文学研究当中 人们根据亮度 把星星分为了不同的星等 星等值越小 星星的亮度越高 肉眼能够看到的星等值 最低也要达到6 然而 经过测算 及时改变材料 增加它的反光系数 东方红一号的反光系数 仅仅能够达到7 再加上它的直径 只有一米 所以投放到浩瀚的宇宙当中 很难让地面上的人 用肉眼看见 因此 看得见 似乎成为了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落在了当时的青年科学家 沈祖伟的身上 它本来跟卫星毫无关系 是研制清淡的 因为恰好前一个任务刚完成 有点空闲 领导就把看得见的任务 交给了它 研究了一段时间后 沈祖伟才发现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反正这个方案 我日夜考虑 考虑来考虑去 实在考虑的 都失眠了 我怎么 没搞清楚 就吸力会都接这个任务 挺后悔的 我觉得 后悔归后悔 但任务还必须完成 沈祖伟花了一年时间 潜心钻研 那什么东西 给了他灵感 1970年4月24日 在荒芜戈壁中 东方红一号卫星 顺利升入太空 这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重达173公斤 虽然它是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卫星 可是直径 也只有一笔 该怎样 才能让他在太空中 肉眼可见 这个任务 落在了神祖伟身上 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也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法 而这时 给了他灵感的新鲜事物 出现了 在北京的大商场当中 有一种新型的雨伞出售 这个雨伞给了他灵感 什么样新型的雨伞呢 就是折叠伞 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 这绝对是一个新鲜东西 那什么时候 咱们见过折叠伞 过去出门的时候 那一把大雨伞 得起码这么长 现在居然可以变得这么小 而且一按钮 砰就撑开了 这可太厉害了 可这样一把伞 在当时就得卖二十几块钱 那相当于普通人 大半个月的工资没了 所以大家伙到百花大楼 都是看看新鲜 服务员 麻烦您把那伞拿给我看看 沈组委他们同样也是如此 到百花大楼 又没法跟人直接明说 我们要参与某一项工程 第一保密 第二也说不明白 只好拿这个伞来回的比划 幸好人家是干科研的 咱们普通人可能玩个新鲜 人家就能琢磨出门道来 沈组委就是从折叠伞上找到了一个设计方向 设计了一个给运载火箭的第三级上安装的 像折叠伞一样可以撑开的观测群 那么这个观测群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当卫星上天命与火箭分离后 第三级火箭的观测群顺势撑开 形成一个超过卫星本体的巨大圆球 通过反射太阳光达到肉眼可观测的亮度 它会一直飞在卫星的后面 通过它找到卫星就比较容易了 如今找到反光性能好 又能抵抗太空中恶劣条件的材料 成为当务之急 一种正在实验阶段的特殊材料 巨仙压暗筹 为它们解开了这个难题 虽然卫星看得见的要求只有这一次 但是一种适应太空条件的新型材料 却因此而诞生 我们来看这个图 最终做成的大观测群 撑开之后直径达到了四米 比卫星可大了不少 而且在它的外面镀上了一层铝膜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镜面 这一次天文专家看到了之后 告诉大家 这一定能看到了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想看天空中划过的东方红卫星 通常都是先看看后面的那一部分 然后再接着往前看 就可以看到前面的卫星了 在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二十九分 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北京上空飞过 孙家栋的心放了下来 不只是它 当时科研人员在研制过后 有到东北军肯农场劳动的 有在农村劳动的 大家或者在草原上 或者在田野上仰望夜空 就是为了等待东方红一号的身影 从这里划过 后来听到音乐以后 大家高兴从床上跳下来 马上跑出去冲出去 就是欢呼了 一直弄得很晚很晚 就是弄得 大家那晚上基本上没睡觉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中国的威胁 特别兴奋 我们中国人有志气 有能力 它确实是不容易的 非常激动 作为我自己来说 很想自己从小里远往 谢谢他 非常激动 这一生没有摆布 还是重要的事 而却是中文功能 那个嫉妒 那个心情 确实没办法说 你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中国那个条件 能把第一颗微星 在那个年代 把它扔到天上去 确实是 一个螺丝钉 都是中国自己搞的 真是感觉了 两个人都急 如今那十二个字 都如约实现了 但是科研人员的心 还是比较紧张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能说 此次的发射任务 算是圆满成功 因为东方红卫星 既定的正常运行时间 是二十天 卫星在轨道上运行 都会遭遇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 在当时 还有两个国家 成功发射的人造卫星 一个是法国的Alpha 1号 另外一个 就是日本的大鱼号 这两颗卫星 一个运行了两天 另一个 只运行了十五个小时 然后就失效了 它们都没能够 扛住太空当中的 恶劣环境 人造卫星在太空中运行时 温度的剧烈变化 是对它最严酷的考验之一 当它接受太阳直射时 温度会高达100摄氏度 而当它飞到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时 温度又会降到零下270摄氏度 然而 无论外部温度变化多么剧烈 人造卫星内部 却必须要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因此 给卫星保温显得格外重要 否则电子零件就有可能受损 从而导致卫星面临着失效的危险 这在以往的历史当中有啊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法国的那颗和日本的那颗 一个就是给冻坏了 另外一个就是给热坏了 那么我们要让它 能够顺利工作20天的话 怎么能够保持住这个温控环节呢 我们的技术人员 研制出了一套完整的温控系统 来平衡卫星内部的温度 但是这套系统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 卫星自身携带的电量有限 最终我们科研人员想到 能不能利用其他仪器 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 来帮助卫星控制温度呢 这种方式能进行吗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测试结果来说话 这是一台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设备 专门用来模拟太空真空环境的测试 叫做真空管 卫星要想飞上太空 必须经过这道测试 真空管就做实验 进去以后就十天八天就不能断 我们人就在那置办测试观察 带个被子 带个褥子到那躺着 冬天就弄大衣在那一盖 就是那种过来的 在测试当中要监生的信号 信号没了 怎么办 开罐子吧 没有办法 开完之后又得重新 重新开始说 真空管实验 要用液弹模拟太空低温状态 液弹的运输 只能靠科研人员自己想办法解决 那当时液弹呢 只能靠咱们的工作人员 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 每天给它拉到实验场地去 拉来之后呢 马上要进行实验 实验的场所呢 又是在中科院当中 夏天时候进行的 液弹消耗非常快 所以啊 咱们这工作人员 就每天经常得来回跑 来回跑 这个工作环境 和工作的艰苦程度啊 真的是我们后来的人 难以想象的 那个年代 我们也没有什么 现成的低温实验室 最后呢 找到了解放军 后勤部的一个冷裤 大家伙啊 穿着棉衣 进到冷裤里去工作 这个冷裤里面 我们虽然考虑到温度低 穿了棉衣 但是谁也没留神 自己脚下的这个鞋 当年的鞋啊 这个底儿 都是更生塑料 也就是再生塑料制作的 很不结实 低温环境之下 特别容易冻裂了 这样啊 身上还能扛得住 这脚可真受不了 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咱们才一步一步 解决了温控问题的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 东方红一号卫星 在太空工作了28天 比原定的20天 足足超过了8天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 拉开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序幕 4月24日 也被确立为中国航天日 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 我国实现了载人航天 月球探测 北斗导航 火星探测等辉煌成就 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激淀了身后博大的航天精神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 让中国人自此 扣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 直到今天五十多年过去了 它依然留在那里 从太空当中 默默地俯瞰着祖国大地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成功 不仅仅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史上的 巨大成就 同时它也代表着 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 奋勇向前精神 从581任务到651工程 中国正式开启了 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 在工业基础薄弱 科研条件差的年代里 中国航天人 一切都要靠自己 从头做起 一步步实现了 上得去 抓得住 听得着 看得见 这十二字要求 使中国成为第五个 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 为中国航天事业 奠定了 坚实基础 是怎样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它当众烧毁研究成果 又是怎样一份绝密档案 让它用生命保护 解码科技史下期播出 夜空中最亮的星 郭永淮